好 打開看看 嘩 這個節瓜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一包節瓜是在維康買的 這一包 不知道為什麼它有些包裝 賣剩幾包 我都沒有拍到照片 九元 九元兩個 有沒有爛的呢 沒有啊 OK 這些毛都仍然在樹上 那當然是要看貨啦 九元吃得過的啦 蝦米仔在深水埗五十元一斤 那時候就拍給大家看 它不是很差的 不過這些蝦米仔要放進雪櫃 我今天簡單單單 節瓜蝦米就是蒸的 因為這個時段用這些 接著要加些蠔油汁就可以了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節瓜買了回來 兩種刨法的 我們歷史就是這樣刮的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現在新一代那些 可能沒有這些刨刀 有刨親手的可能性 不如就用刨啦 這些刨每個人都有的啦 慢慢薄薄的手 一樣的 其實就 那當然就用這些刨 用我的刀刨皮就會節省一點 不過現在不需要那麼緊張啦 用回這些方式就可以了 刨好再跟大家說 刨好皮洗乾淨 節瓜OK啦 挺好的 其實節瓜 越小越幼越好吃些 那時候我幾天年前煮飯呢 嘩 有些牛碗大的節瓜 嘩 好正啊 那我買幾個 其實老到死 好笑喔 我自己想起 節瓜蝦米粉絲 我是拍過的 蝦米蒸節瓜呢 有少許不同 其實用蝦皮更好的 不過我沒有蝦皮就用蝦米啦 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蒸是難搞的 如果節瓜蝦米粉絲呢 就是煮的嘛 這樣就比較容易的 節瓜蝦米粉絲 切條條就容易啦 如果現在蒸的 切一塊塊 但是你知道嗎 節瓜蒸 很難蒸的 因為它都是屬於實瓜來的 所以一定要切得薄片一點的 所以不要切到那麼厚 薄片一點 盡量切薄片 要不然 你蒸多久呢 它都好像硬碎碎的 好像硬碎碎的 夠夠就切到這樣就可以了 薄片 你不要這樣 譬如你這樣 整塊這麼粗的 你蒸出來 你可能會覺得 嘩 為甚麼好像未曾熟 這樣呢 蒸它15分鐘都是差一點的 所以一定要薄片就會好一點 OK 夠夠我都切到那麼薄 就再跟大家說吧 好了 切好了 切好了 兩個節瓜切好了 我就放回這邊 一樣平放就可以了 OK的 這樣就容易蒸一點 其實瓜是很難蒸的 我就今次用這個蒸爐了 如果我們從來不蒸 即是凍冰冰 我們還是要煮水蒸的 所以剛才我蒸了1分鐘 現在放下去 蒸15分鐘 不要以為蒸瓜很容易 蒸瓜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很難熟 快蒸 蒸15分鐘 因為節瓜也是很難熟的 蒸了15分鐘 開始 好 現在過來做蝦米 我這些蝦米真是便宜到死 其實用蝦皮 其實用蝦皮比蝦米更方便 因為不用再切了 因為我沒有蝦皮 其實我叫了我的外生給我買 原來蝦皮都貴的 日本蝦皮上網買 八十元包的接近 他就買開了 我幫我買一包 將來買回來給大家看看 挺好吃的 不過我這些蝦米也不差 五十元 真的不知道在哪裡買 希望它不要加價 這樣之後 我們這次 如果用蝦皮就不用做這個動作 蝦米就要弄碎它 如果你有攪拌機 攪爛它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想它攪得融 如果沒有攪拌機 就用我的動作 慢慢剁爛它就可以了 給點心機 因為待會放醬汁上面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蒸了十五分鐘 蒸了十多分鐘 放上面 淋過醬汁 再蒸一蒸 就OK了 慢慢做 不用急 OK 剁好再跟大家說 蝦米剁到融 盡量剁碎一點 有蝦皮不用做這個動作 OK了 剁融它之後就放在這裡 基本上 如果你不懶的話 用白鑊燙一燙 就更加出味 我今天懶了 不要搞了 就這樣剁爛它就可以了 剁融它 現在調好上汁 其實櫈瓜很清 所以不用太鹹 剛才兩個櫈瓜 我們放一個湯匙的蠔油 混合少許水就可以了 少許水就可以了 但是有少許鹹味 混合一個湯匙的水 攪拌它 待會蒸的時候就放進去 稍後蒸好櫈瓜 再跟大家說 櫈瓜蒸了十一分鐘 現在先打開 打開 很厲害 先看看情況 OK的 你看看 有些熟有些未熟的 很難蒸到這樣 說有些水不要緊 現在我們就鋪蝦米 鋪一點點在上面 我現在也要求方便 又好吃又要快捷 鋪得很漂亮 有些蝦米的香味 最後四分鐘就清掉 好了 鋪了之後 放剛才的醬汁 一個茶匙的蠔油 還有一個茶匙的水 攪拌均勻 不要太鹹 你看我也是少許的 有少許的味道就算了 其實有少許的味道 看看多漂亮 現在是不是很漂亮 蒸一蒸蝦米就OK了 這是很清清的做法 現在拿進去蒸了 嘩 打開了 為甚麼有這個聲音 我不要管了 現在就繼續 開始 繼續蒸 繼續蒸就行了 OK 蒸完這四分鐘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方便 四分鐘之後再跟大家說 整個過程 15分鐘還有幾秒就完成了 蒸這個節瓜也挺簡單的 如果用鑊蒸都要 這麼長時間 不要想著 可以少一點時間 15分鐘是要的 打開看看 嘩 這個節瓜 是不是很簡單呢 蝦米蒸節瓜 不是煮的 大家看看 多漂亮 不錯不錯 如果有蝦皮就更方便 好了 我們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蝦米蒸節瓜出來 簡單 我這兩個節瓜 買9元 但是事實上 要10元過的 因為做包裝節瓜 9元就非常之划算了 拿些蝦米 或者蝦皮 蒸就可以了 你正常拿一隻鑊蒸 你相信我 都要切薄片 都要蒸15分鐘 那塊節瓜才會蒸得軟 因為它不是煮的 以前的蝦米粉絲 節瓜蝦米粉絲 是煮的 切條就會快手一點的 這些蒸好吃 哇 很香蝦米味 還有我加了1茶匙蠔油 1茶匙水 就可以了 有多漂亮 清清的 現在這個時勢 吃這些就最好 不要吃這麼濃烈的東西 即是 沒辦法了 現在的環境 吃這些就最簡單了 這也OK的了 你兩三個人都夠吃 不夠就多做一碟 很容易做 很容易做 蝦米沒有蝦米用瑤柱 煮碎它 但蝦米反而濃烈一點的味道 我會覺得是這樣 希望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好 現在拿一塊出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隨便 這些都軟了 切薄片有一個好處 如果切厚片 就不可以這麼軟的 對不對 軟的 最重要 這些瓜要蒸到這樣才好吃 如果切得很厚 它蒸極都很硬的 好像白了 一定要切薄片 在一家大小都適合吃 很清淡的 我加了一點 蠔油 混了水 看看有些汁 OK的 我先試一下 好味 少少蝦米香味 有口感 有蝦米有口感 希望大家都 嘗嘗我這個蝦米蒸節瓜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老廈啊 廈街啊 都是這樣而已 盛一盛 嘩 太太當風味了 這個 嘩 好棒 嘩 蝦蝦炒蜆出來了 嘩 你看多棒 原本辣椒一早要炒的 不過 沒辦法 因為太太不吃 這麼可怕